我覺得我信仰說起來很噁心 我信仰藝術 我覺得她太 太 太厲害了 有時候創作劇喜歡找比較難的部分來做 有一種挑戰 因為我是個很急躁的人 我不太有耐心 你沒有辦法去這樣很細膩去調個顏色啊 調到很準確的圖 因為對我來說那個對我不重要 重要要那個 當下畫圖的那種過程的那種感覺 我畫圖文書有個好處 就是因為我是一張一張的 所以我會花很多時間在排列組合 就很像剪接 我可能會把第一張移到最後一張 我把最後一張移到中間 我追在什麼 故事啊 結構啊 是不是可以弄得更簡單一點 是不是可以 盡量不要有國界 一開始是 我就是不要畫 那麼focus在哪裡的東西 等到你開始賣很多國際版權的時候 你就會很清楚說 也許我就要畫一個大家共同的情感的東西 我不要再就畫一些 只有我可以理解的東西 或者是說我畫我身邊的事情 但是我必須讓大家很理解我要做什麼 做完向左 向左 其中有一個法國的版本寄過來 我請我朋友翻譯 他說這本書 書名叫《忽遠忽近》 我當時覺得這個名字好美 所以我就想我要為這四個字做一個故事 就是我要用這個忽遠忽近來講一個愛情的故事 然後很快就決定了這個男女主角的關係 就是跟向左 向左完全相反 一個是住在左右 一個是住在對面 一個是找不到對方 一個就是完全知道對方在哪裡 但是他們為什麼不在一起 但是在中間就一直找不到如何適當來表現 是找不到畫面 其實這十幾年也有一直在想這樣的故事 也做了非常多次的嘗試 是一直累積累積累積到最後 我找到一個方式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消失點 就是用個透視的消失點來處理所有的畫面 那我其實就很早就打吉米的主意了 我就覺得說 充滿著不同的你想像不到的那種廣度的投射 但是呢 吉米常常就看我們的戲 就會看到老淚中肯的原因就是在說 他說我好不容易用畫把它包起來 把它埋進去 你又通通像小狗挖骨頭一樣 又通通啪啪啪又把它挖出來 挖出來給大家看這樣子 但是 喔 閉上眼睛一下下就是 新北市淡海輕軌捷運 風光藝術的創作 我們坐上去 然後閉上眼睛一下下 想一個美好的事情 童魂書是有音樂感的 所以它是有氣韻的 所以如果你車子一直開一直開 你就會覺得很充塑 所以你中間有一些 黑暗或者什麼 讓它變得有一種韻律出來 當你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像有 有個鳥飛過去啊 遇到一隻狗 遇到一隻貓 遇到任何人 所以你就會有很多 可愛的畫面出來 然後我再用那些可愛的畫面 放在每個捷運站 所以說你只要閉上眼睛一下 你還是可以到任何地方 有無限的美好 某一站的雕塑 這個就是讓你在這樣做的 這到時候會翻成銅 然後會上一點顏色 這個帽子最好是有一組系列感 我覺得顏色可以做多一點 然後到時候摸摸摸也會不見啦 就讓他兩站是很容易知道說 欸我在這一站是跟紅色的 有一年不知道什麼心就降臨了 就覺得我應該去做任何 可以做的其他事情 想像什麼事情要剛才做一做 也來不及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